在Associated Press 聯合郵報那邊 有個報道說 加利福尼亞州 美國 準備為政府的操作之下 強迫絕辱那些人做一個賠償 現在這個議案 就等他們的州長簽署 如果簽署生效的話 每一名受害者 賠多少呢? 兩賣五元美金 一輩子不能生孩子 賠兩賣五元 可能很多的 對窮人來說 但我覺得是否太少呢? 但不要緊 影響一些人士 包括小至十三歲 小至十三歲 而呢 估計呢 曾經被政府強迫絕辱的 多達二萬人 我現在明白呢 為什麼呢 西方就猛話 中國呢 在新疆維吾爾族 強迫一些人絕辱 原來呢 原來呢 是他們有先例 他們這樣做 以為中國都會這樣做 這些慘絕人環的事 那麼現在揭出來 要賠了 這些是過去的事 啊 對不起 最新的報告呢 是指這件事呢 是直至到一九九九年 都仍然呢 在美國加州的監獄 是發生著的 而呢 只是去到二零一四年 才開始有禁止 那些呢 在監獄裡面呢 對那些囚犯 做那些 啊 絕辱手術等等 啊 二零一四年啊 都不夠十年前啊 不怪得他會想到 是啊 中國呢 會將一些維吾爾族去絕辱啊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啦 你美國人 你西方人這樣做 我們中國不會的